要打开焊 这个是打开状态 对 绿色 然后这个 这样我的焊机才能在正常的焊接中使用 在这个模式下 它是无法使用的 那两个选项都要点开吗 对 对 一定要点开 然后 断虎检测 在这个里面 断虎检测 断虎检测是 就是说我在焊接的过程中 它是否 是否那个 焊丝断开了 它这个叫断虎检测 这个Arc Rake Detection 断虎检测功能 就正常打开嘛 我需要这个功能 我需要它有这个功能 我就来打开 我不需要就不用打开 是吧 对 这个就是说都是检测时间 我在多少时间之内去检测 多久检测一次之类的 时间 我们焊接有两种 一种是 是连反光 一种是模拟量 一种是素质量 数字通讯 对 数字通讯和模拟量通讯 在我们使用模拟量通讯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要把那个关闭掉的 数字通讯关闭 对 关闭掉的 哪个部分 这个 Wilder State 对 要关闭 这是模拟量通讯的时候 要把它关闭 对 关闭掉 这个数量通讯它是要检测 模拟量通讯它是直接是 直接是走那个通讯了 不做检测了 那数字通讯呢 这个地方又怎么设置呢 数字通讯的话 数字通讯 我们现在用的也是数字通讯盒 也不需要设置这里吗 对 有个数字通讯盒 数字 那就是整个都 怎么都需要把这个关掉 就需要把这个Wilder State 关掉 对 飞行起湖 飞行起湖的话 它是这样 就是说我飞行起湖 有些汉基上是有飞行起湖功能 有些是没有 有些汉基上是没有飞行起湖 这个功能的 这需要看汉基实际的 再起湖功能 再起湖功能 正常都是打开状态 因为就说我会有 有一个二次起湖 如果第一次没有起湖成功 那我会走一段距离 我再起湖一次 再起湖一次 就说 再起湖 We are We are king 对 隔了多少时间 我再起湖一次 没有起湖成功 我会再起湖一次 就是我设置它 它自动会多久 再起湖一次 对 如果多次不起湖成功 它就会报警 大接 大接的话 也要看汉基 是不是支持 是否支持大接 对 大接功能 是不是汉基支持 下面就断湖检测时间 就是说 具体的 我多久检测一次 它会有个断湖 combo 对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 Ar preliminary 的